一位不知情的女士因为迷信 向飞机发动机内投掷硬币 险些酿成大祸 她听信了一个谣言 认为扔硬币可以保平安 幸亏机组人员及时听到异常声响 迅速发现了这一行为 然而当工作人员询问她投掷了多少硬币时 她却隐瞒了实情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视频中的女子便是扔硬币的陈女士 她说自己的行为纯属好心 是因为担心全飞机的乘客出意外 才故意往飞机发动机里扔硬币的 不过由于她扔的硬币数量比较多 金属碰撞发出了很大的响声 才被乘务员给发现了 要知道飞行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 得知消息的陈务长赶忙叫停了起飞工作 向全机组的人寻找声音来源 并通知所有乘客本次航班将会延迟 工作人员也调取了当天的监控 很快就锁定了陈大妈这个罪魁祸首 当工作人员找到陈大妈时 她感到非常委屈 她解释这是她第一次乘飞机 因为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很多不好的新闻 心里非常担心 这才想到了以前听说过的扔硬币祈福 才会故意往发动机里扔硬币的 而且陈大妈觉得这些工作人员简直大惊小怪 这么大个飞机发动机 难道还能怕了这几枚小硬币不可 这话一出 机组工作人员皆是气愤不已 这哪是几枚硬币那么简单 发动机要是真的因此损坏了 只怕要遇上大麻烦 之后专家也从科学的角度 向大家解释了陈女士的行为 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这种高速运转的里边的这些枫叶 它和硬币碰撞的时候呢 不是因为硬币小 危害就小 而是整个内部结构 碰快任何一个地方 它在高速转动的时候呢 都出现不委定 不平衡震动 震动的结果呢 整个这个航空发动机就会暴飞 发动机在飞行的过程中 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 这个时候它是很脆弱的 很容易受到干扰的 而陈女士所扔的那些硬币 只要有一枚被吸入发动机 那么发动机就有很大的可能会暴飞 如果飞机在万米高空 突然失去发动装置 其后果不言而喻 而如今陈女士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 她不但要因此是缴纳罚款 还要接受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 大妈却是死活 也不说出自己到底扔了多少硬币 由于无法清楚确认陈女士投掷的硬币数量 乘务长只得组织所有工作人员一起搜寻 为了确保安全 近百名乘客不得不换成另一架飞机 随后 维修人员对发动机进行了彻底检查 最终 陈女士被带走接受调查 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最终法院判罚她12万元人民币 接下来在飞机上发生的事情 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一架飞往上海的航班 在晚上起飞前 突然出现了一名情绪激动的男子 他从机尾一路跑到机舱前部 一边跑一边大喊 声称飞机即将出事 死神即将降临 并指责这是地心人所为 这一举动让机舱内的乘客们一头雾水 男子的言行引起了机舱内的恐慌 乘客们议论纷纷 骚动不安 俗话说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这种情绪在乘客间蔓延开来 机舱内瞬间陷入混乱 乘务员试图让男子平静下来 但他继续发表危险言论 甚至与其他乘客发生冲突 在这名男子被制服后 机舱内的乘客纷纷起身 场面更加混乱 由于男子的行为和威胁 许多乘客请求下飞机 事故发生时 机长立即决定停止起飞 飞机紧急划回原位 空乘人员报警 并与机场安全部门取得联系 当飞机回到登机口时 警员已经准备就绪 机组人员迅速控制住了该男子 并将他送往相关部门进行调查 乘客们陆续下飞机 当晚的航班也被取消 原因是公共安全问题 关于地心人 有许多离奇的传说 有人说 他们常年居住在地底 晚上出现 拥有强大的能力 如飞天顿地和心灵感应 然而 无论传说如何 不信谣 不传谣才是正确的态度 事后调查发现 这名男子患有精神病 这件事 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很多人对此感到心有余悸 经历了这场闹剧 相信在场的人都受到了惊吓 毕竟面对死亡威胁 无论是谁都会感到恐惧 我们应该等待最终的调查结果 不要以讹传讹 这一天 像往常一样 飞行员的小飞机上 载了一名女乘客 她驾驶飞机 飞上天空以后 突然发现 飞机上多了一个 不请自来的毛茸茸乘乘客 这位乘客相当大胆 安全带都不计 就跟着飞机上了天 是的 一只猫咪居然出现在机翼上 她小心地匍匐前进 环顾四周以后找到了目标 然后猫咪就静止 冲着乘客舱的地方爬过去 一把抱住了侧边的栏杆 飞行员和乘客 一开始都没注意到 有什么反常的事发生 直到飞行员不经意抬头瞥了一眼 才看到头上趴着一只猫 飞行员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来来回回看了好几眼 猫咪也注意到自己被人发现了 于是嚎了几声 希望能被解救下来 不过飞行员担心的是别的事 猫咪在清也有个几斤重量 像他们正在开的这架飞机 如果因为重量在空中失去了平衡 是很容易出危险的 还好飞行员经验足 技术好 很快就安排飞机降落到了地面 飞机降落以后 猫咪还棱在那里不敢动 直到飞行员轻碰她的驳梗 猫咪才反应过来可以走了 连忙从飞机上一跃而下 从飞机起飞到降落 再到把猫救下来 一共只花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虽然时间不长 但这过程还颇为惊心动魄呢 这当然不是在变魔术 飞行员也表示 起飞前 他仔仔细细检查了飞机 并没有看到猫咪 飞行员和乘客开玩笑说 如果这只猫有九条命 那下飞机以后就只剩八条了吧 猫有九条命这个传言 应该是古代人见到猫咪 灵活出入各个危险环境 还能安然无恙 才脑洞出来的一种说法 猫的平衡能力好得出奇 从高处落下 也能以安全的姿势 给自己最大程度的缓冲 飞机引擎 某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奇怪的影片 一个人居然爬上了一架飞机的螺旋桨 还在上面准备吃饭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你以为只有这样吗 那你错了 还有更刺激的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经过我再次确认了视频的发布者 这其实是一个擅长视频特效的网 但真是太搞笑了 这效果做得太真实了 飞机撞鸟 飞鸟撞到飞机上会有怎样的后果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 如果鸟类撞了飞机的话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虽然它们的体积很小 但是因为飞机的速度和质量都很大 所以相对速度是非常高的 飞鸟撞上飞机的能量 大概可以和一枚炮弹媲美 飞鸟撞到飞机后 可能会导致飞机的机体损坏 在上面撞出一个大坑 或者把驾驶室里的挡风玻璃 给撞碎了 威胁驾驶员的生命安全 还有可能 飞鸟闯入了引擎发动机里 造成爆炸起火 而危及整架飞机的安全 在2011年的时候 俄罗斯的一架航空客机 A320搭乘了150多名乘客 在起飞后就遇到了一大堆的鸟群 为了避免引发事故 机长赶紧让飞机紧急迫驾 还好应急措施及时 并没有乘客受伤 目前在机场的周围 人们会用一些方法来驱赶鸟类 比如说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 为了避免撞上鸟类 它们就会变化飞行的高度 使同一水平线上不会遇上鸟群 人类还发明了一些驱除鸟类的设备 比如说煤气炮驱鸟技术 它是一种从听觉角度来驱赶 或者震慑鸟类的技术 煤气炮多以煤气当燃料 电子点火激发出枪炮类的爆鸣声 流动式煤气炮一般安装在汽车上 它的机动性强 而且还有针对性 一般也被称作驱鸟车 可以随着鸟类在机场里的迁移而移动 而固定式煤气炮 会安装在机场跑道的两侧 一旦发现鸟类的活动 就立即开启附近的煤气炮进行驱赶 这样就可以保证飞机的安全了